欢迎您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俄罗斯维和部队在奈格尔诺·卡拉巴赫斡旋达成协议 亚美尼亚分离军队将解散 英国每日电讯 阿塞拜疆在与分裂共和国奈格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分离主义势力同意在迅速的军事行动后放下武器 一向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和平协议已经决定了这个山区非地的命运 但有消息称几名俄罗斯维和人员遭到伏击并丧生 预计周四 亚美尼亚族部队将在阿塞拜疆一座城镇上签署正式和平协议 尽管纳格尔诺·卡拉巴赫被认为是阿塞拜疆的领土 但大多数居民是亚美尼亚族 巴西撤回了涉及中国、美国和欧盟的乌克兰和平俱乐部提议 南华早报 巴西政府否认了一项旨在调解乌克兰冲突的提议中存在的和平俱乐部 尽管此前曾承认该倡议的存在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表示 从未有过和平俱乐部的提议 而只是希望促进讨论和平的可能性 今年早些时候 这个想法失去了动力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参与谈判没有兴趣 然而巴西总统卢拉再次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 组建一个友好国家团队来制定和平提案 中国首次在全球科学论文排名中击败美国 南华早报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一份报告 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和引用的热门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 热门论文是指在发表后很快获得大量引用的论文 中国还在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和数学等 六个主要学科的国际论文引用方面排名第一 报告还指出 国内期刊发表的高质量、高影响力论文的比例显著增加 最新消息 近平排放承诺不能只为都市泡泡工作 坚持谈你巴德诺起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财政大臣Rishi Sunak为推迟关键的绿色政策辩护 称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支持他在实现零排放目标上的立场 Sunak在周三宣布 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车的时间将从2030年推迟到2035年 并且一些家庭将被豁免即将实施的燃油锅炉禁令 Sunak在接受BBC Radio 4采访时表示 尽管政府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明确可行的实现零排放的计划 而不仅仅是追求短期的受欢迎度 推迟实施某些政策引起了环保人士和反对派政治家的批评 新加坡警方发现更多金条、手表和其他资产 这些资产涉及洗钱计划 美联社 新加坡警方发现了更多与上个月被破获的大规模洗钱计划有关的资产 包括豪华手表和金条 与该案件有关的被查封或冻结的资产总额 现在达到了24亿新加坡元和17.5亿美元 警方已经展开了进一步行动 涉及一群涉嫌洗钱由组织犯罪活动所得的外国人 这起案件给以低犯罪率和清廉形象而闻名的新加坡金融中心 投下了一道阴影 中国发布全国性的电力现货市场规则 日经亚洲 中国发布了首个国家电力现货市场规则 这是中国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使用和建立国家电力市场的举措 中国和欧盟将在北京举行高级别经贸对话 路透社 第十届中欧高级经贸对话将于9月25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欧盟贸易专员瓦尔迪斯 多姆布罗夫斯基斯共同主持 在新加坡的洗钱案中被查封的资产增至24亿新元 路透社 根据警方的说法 新加坡最大的洗钱案涉及的资产总额已达到24亿新元和17.6亿美元 这些资产包括现金、金条、加密货币、房产和车辆 上个月 在新加坡各地同时进行的突袭行动中 有10令外国人因涉嫌洗钱来自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收益而被逮捕 在这些突袭行动中 总共查封了价值10亿新元的资产 包括银行账户、现金、豪宅、汽车、包包、手表和金条 这起案件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 自疫情爆发以来 该国的私人财富和投资大幅增加 中国已经发放了一些加合者的出口许可证 路透社 根据商务部的消息 中国已向符合相关要求的一些公司 授予了加合者产品的出口许可证 这是在中国在8月份对这些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后 随后的一个月出口急剧下降之后做出的 新规定要求出口商获得双用途物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 这些物品和技术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民用用途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中国今年前8个月的这制品出口增长了58% 而加制品的出口在同期下降了58% 中国的医疗保健大亨因打击行动扩大而损失了170亿美元 南华早报 中国的医疗业巨头们因该国最新的反腐败行动 而看到了个人财富的下降 中国前15位医疗业亿万富翁的总财富从去年年底的1014亿美元下降了17% 降至841亿美元 这次反腐败行动导致了数百名医院首席和制药公司高管受到调查 导致整个行业的股价下跌 在此之前 中国已经对房地产和教育行业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运动 而这次的打击可能会抑制对医疗行业的投资 据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 泰国货币泰铢贬值对经济并非全无好处总理 路透社 泰国总理Sresa Savison表示 泰国央行正在密切关注疲软的泰铢 这可能有利于该国的出口和留业 泰铢贬值是由于利率差异和美元走强导致的资本外流 周三 泰铢对美元汇率跌至10个月来的低点36.32 Fave Eisen表示 泰铢疲软并不总是坏事 可以帮助提振出口和留业 由于出口不及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低迷 泰国经济受到了打击 政府计划增加支出以刺激经济 Fave Eisen还表示 市场流动性充裕 不担心大规模公共借款计划 对私人部门筹资的影响 此外 政府计划通过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游客 免除签证要求来吸引更多游客 为期五个月 现场市场 政府借贷增加 打击了减税希望 最新更新 英国每日电讯 英镑对美元汇率已经跌至四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正在等待英国央行对利率的决定 交易员认为加息至5.5%的可能性为50% 这是自2008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周一的预测为80% 这是本周通胀数据意外下降的结果 美联储表示利率可能会保持较高水平 导致-100指数下跌0.4%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对利率决策存在分歧 挪威央行连续两年第13次加息 预计12月还会再次加息 由于8月份的年通胀率从6月份的7%下降至6.3% 央行将利率提高至4.25% 英镑对美元汇率在英国央行对利率决定之前 跌至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下跌了0.3% 瑞士国家银行将利率维持在1.75%不变 但警告可能仍需要进一步加息 -100指数在英国央行是否加息的决定之前 下跌了0.5%至7692.33点 -250指数下跌了0.4%至18635.90点 东芝将被私有化 一家日本财团已完成了110亿英镑的收购邀约 该公司将在一个月内从东京证券交易所摘牌 政府借款低于预期 7月和8月的自我评估税收为133亿英镑 比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的多出9亿英镑 财政部在8月份借款116亿英镑 比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的低14亿英镑 但是自1993年以来是8月份借款第四高的数字 新兴亚洲货币的利率差异吸引了投资者 尽管中央银行正在努力应对通胀问题 南华早报 新兴亚洲货币作为套利交易目标 变得更具吸引力赶上了全球同行 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为了控制通胀 一直保持英太立场 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则开始降息 因为国内通胀得到了控制 泰国、印度和菲律宾的远期隐含回报率正在上升 而亚洲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则正相反 与拉美、中东欧的利率相抵 亚洲的利率仍然较低 亚洲央行由于对油价和食品成本上涨 以及通胀的担忧而抵制降息 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的交易员 并未对降息进行定价 而拉美和欧洲的交易员则增加了对进一步宽松的压注 新兴市场货币的波动性正在下降 这支持套利交易 但也为可能影响需求的上行惊喜留下了空间 独家消息 VanFast将于今年向欧洲交付电动汽车 同时 欧盟调查中国竞争对手 路透社 越南电动汽车EV制造商VanFast已获得监管批准 计划在2022年第四季度将约3000辆VF8跨界车交付到法国、德国和荷兰 这将使欧洲成为VanFast今年最大的海外市场 此举是在欧盟调查中国EV制造商的同时进行的 可能会在市场上造成一定的空缺 VanFast计划明年在欧洲市场推出VF6、VF7和VF9车型 夜生活的推动真的能拯救旅游业并振兴香港经济吗? 南华早报 根据法国新业银行亚太区主题研究高级经济学家吴志宜的说法 香港政府最新的刺激消费和振兴经济的夜间经济宣传活动是错误的 吴志宜认为 该活动未能解决香港旅游业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他指出了三个主要挑战 竞争力不足 消费者偏好变化和企业战略转变 吴志宜呼吁进行深层次改革 并在政府各部门之间采取更协调的方法 以振兴香港的旅游业并提高其竞争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曾经并不断 订阅各种简报